男孩在家里囚禁了两个妹子 一个被关在暗淡无光的地下室 另一个却衣食无忧受万般宠爱 但却从没有离开过二楼 直到有一天 她从轮椅上站起来了 一切都开始变得奇怪了起来 这个女孩叫软软 男孩却称呼她为软某 软软每天早上起床后 都要回答两个同样的问题 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吗 腿有知觉了吗 看到软软习惯性的摇头 男孩才放心 然后温柔地抱她下床 安慰她不用勉强自己 随后细心的照顾她 软软不久前被人丢下悬崖 不想就这么死去的她 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终于抓到了岸边的石头 强忍着身上疼痛爬上了岸 本能地向着岸边挥舞锄头的男人求救 就在即将昏死过去的时候 顺着锄头的方向一看 发现男人竟然是在埋尸 这时男人也发现了不远处的软软 当软软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陌生的帅哥家里了 他像失忆了一样什么也记不起来 双腿也失去了知觉无法走路 在帅哥每天的细心照顾下 软软的伤势恢复得很好 帅哥名叫丁霄是名记者 此时电视上正播放着的 是丁霄报道的永安无事案的最新进展 案件的女主角正是软软 所有人都以为软软已经死去 却没找到尸体 没人知道 这时软软正在这名记者家中 唯一的嫌疑人乌鸦坚决否认杀人 丁霄一边播报着软某的尸体 至今下落不明 一边又让软软一定要躲起来 不要跟外界有任何联系 只要不被别人知道他还活着 乌鸦就会被判死刑 就可以为自己报仇了 丁霄温柔的照顾 早已使软软放下所有的戒备 对丁霄的话言听计从 这天软软确认了丁霄不在家后 给自己化了一个美美的妆 他准备给丁霄一个惊喜 因为他的腿已经可以缓缓地站起来了 软软幻想着 在丁霄得知此事后的场景 高兴得还有点害羞起来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巨大的摇吻月诗 伴随着 软软十分害怕地来到的楼梯前 他站起身向下望去 却什么也看不见 他不知道的是 平时无比温柔的男神 此时正在摆个女孩 拖进地下室 女孩把自己绑在轮椅上 用两只脚控制手机 伪装成被人威胁的样子 给自己拍了一段绑架的视频 再把鞋印在护栏上 制造出阳台有人入侵的假象 然后对着手机说了一句 我知道你的秘密 最后再疯狂地给自己几巴掌 做完这一切后 把手机设置成静音 然后安静地等待真凶回家 不久前 软软被人抛下悬崖 大难不死的他 被丁霄救回家中细心照顾 从没有体验过恋爱的软软 很快就抵挡不住丁霄的温柔攻势 为了能让凶手背叛死刑 他听信丁霄的话 不跟外界有任何联系 这天他的腿已经恢复了知觉 第一次从二楼走到大厅的软软 发现丁霄家中的地下室里 竟然还有另一个女孩的存在 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四处找钥匙的软软 是被丁霄用另一种方式囚禁着 软软立刻就想到了报警 可这时出现在他身后的丁霄 让他彻底冷静了下来 软软暗自下定决心 他要为自己复仇 他要让所有人都付出应有的代言 所以他依旧伪装成什么也记不起来 开始实行自己的复仇计划 第二天丁霄依然假装报道 寻找软软的尸体 这时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 申请附带了一句 你好来玩游戏吗 随后接二连三收到了 三条相同的申请 丁霄还以为收作作剧并没有离台 收工后丁霄想起了地下室的猎物还没处理 心情愉悦的买了很多工具 打算下午好好的玩一玩 满怀期待的他刚到家一开门 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 丁霄没有第一时间扶起软软 而是出门四周检查了一遍 难道是被人发现了吗 丁霄不敢置信的抱起软软 想要在软软口中得到一些限度 这时丁霄的手机再次响了起来 又是那个名字叫阿乐的人的好友申请 依旧询问他要玩游戏吗 丁霄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立刻通过了好友申请 对方立刻发来一条视频 正是软软被绑在轮椅上的视频 随后还用变音器发来了一句话 我知道你的秘密 这个女孩伪装成被人威胁的样子 用双脚控制着手机 给自己录制了一段绑架视频 然后用针尖扎破手指 把自己弄成受伤的假象 在窗户看到男人即将回家之后 用手机设置定时发送消息 随后躺在地上静静等待 丁霄一开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手机也如约而至地想了起来 丁霄看到手机上的信息后背发凉 自己的秘密已经暴露了吗 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果然随着视频的播放 阿俄声称自己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 要求玩三局游戏 第一个游戏就是 七天之内查出最近一件事母案的真相 否则就将他的秘密公之于众 并威胁不要企图让自己的秘密消失 如果他们有任何一个人不见了 我都有理由怀疑是你做的 届时关于你秘密的视频 会出现在警察局 此时软软悄悄眯着眼睛 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得意微笑 这个杀人犯终于上当了 随后软软继续闭上眼睛假装昏迷 晚上丁霄的妹妹给软软换了药 一看软软醒过来的丁霄 立刻上前询问 看到是谁袭击你的吗 软软按照自己预先设计好的台词回答 没有看到 我当时正在看电视 然后头一疼就没意识 再次醒来时 眼睛已经被蒙住了 那你有听到那人的声音吗 听到了 是个男人 软软知道描述的越是具体 指向性就越强 就越真实 越可能误导人 所以软软接着说 那声音比较低沉 大概三四十岁 说话很有礼貌 但是身上却有一股胃 就是那种老人味 丁霄越听越迷糊 三十岁有老人味 说话礼貌却入世袭击人 完全没有了头绪的丁霄 下楼去找妹妹询问情况 她担心是妹妹把秘密泄露出去 软软这样做的主要目的 除了迷糊丁霄 还要拿到大门钥匙 和地下室的钥匙 如果拿丁霄的钥匙 很快就会被发现 最好的办法就是 拿她妹妹的钥匙 趁他们下楼的间隙 软软来到妹妹的包里 摸索 终于找到了大门钥匙 而此时 丁霄正准备跟妹妹回家一趟 妹妹说父亲今天不回家 而她爸爸 正式是母案的辩护律师 所以丁霄决定 去父亲的书房 找了一下线索 就在两人要出发时 妹妹突然发现 自己的钥匙不见了 女孩把自己绑在轮椅上 用双脚控制手机 伪装成被人威胁的样子 拍了一段绑架视频 这段视频 却让真正的杀人犯坐不住了 因为这个女孩软软 是她的秘密 丁霄的秘密还不止于此 家中的地下室 还囚禁另一个女孩 软软无意间发现了这些秘密 想起了丁霄是个杀人犯 自己只不过是被变相的囚禁 她不知道哪天丁霄 会灭了自己的口 因此 软软策划了出逃计划 先是画名阿厄 给丁霄发去视频 控制住丁霄后 又成功偷取了大门钥匙 随后偷偷拿了丁霄的手机 在上面成功植入 实时定位软件 却无疑看到了监控的购买信息 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坏消息 如果监控安装上 自己的计划将无法正常进行 软软意识到时间不多了 当天下午丁霄出门后 软软便开始疯狂地 寻找地下室的钥匙 可忙活了两个小时后 已经累瘫了 也没找到钥匙 正当软软休息的时候 膀胱一扫 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套娃 软软一层一层地包开套娃发现 钥匙果然在这里 在打开最后一层套娃时 里面竟然还有一把钥匙 软软不管那么多粮 把一起拿走 随后缓缓打开地下室的门 走进去 里面果然囚禁着另一个女孩 在此之前 软软就已经跟女孩 说了自己的计划 可以把她救出去 但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帮软软找到一个藏身之锁 提供维持基本生活的物质保障 可以报警 但是不能暴露软软的身份 软软问女孩 还记得约定吗 女孩点点头表示认同 随后 软软用另一把钥匙 打开了脚团上的锁 与此同时 正在出外景的丁霄 接到了妹妹的电话 妹妹要是丢了 医院也没有找到 听到这样的消息 丁霄也起了疑心 钥匙会不会被阿额拿到了 软软两人离开地下室后 立刻向屋外冲了过去 可正当要开门的时候 门锁竟然自己打开了 丁霄竟然冒着雨赶了回来 女孩被丁霄撞个正着 女孩被囚禁在杀人犯家中 有手机却不愿意报警 只是伪装成被威胁的样子 用脚拍了一条绑架视频 从那以后 杀人犯便落入了她的算计之中 丁霄开始觉得她被人监控了 对方好像无处不在 就连自己在地下室 囚禁女人的秘密 对方都了弱执掌 当她得知妹妹要是不见了后 更是拼命跑回家中 没想到 刚刚到家一开门 就跟正在逃跑的女孩撞个正着 女孩也被突然出现的 丁霄下呆在原地 下意识地大叫一声 这一声也提醒了身后的软软 软软转身拔腿 就往地下室跑去 慌乱之中 一路滚下楼梯 她顾不上腾痛 立刻躲进了黑暗的角落 女孩被丁霄推拽着拉到地下室 一路的哭喊声 正好掩盖了软软发出的声音 丁霄并没有意识到 软软此刻正在地下室 丁霄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六神无主过 草草给女孩贴上胶布 把脚锁起来后转身 就出了地下室 甚至连手都忘记绑 就急忙跑去找软软了 找遍这个房子 也没有看到软软的身影 现在 她几乎已经认定是阿厄来绑走了软软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她回过头 赶忙又来到地下室 下定决心要撬开女孩的嘴 她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 否则太被动了 丁霄开始逼问女孩 是谁把她放出去的 面对丁霄的言行逼问 现在最担心的是软软 她怕女孩万一说错的话 跟自己事先编好的 有差异计划就会露线 所以紧张地看着这一切 心里默默祈祷 千万什么都别说 女孩应该也是意识到了这点 任凭丁霄如何逼问 她也都说自己没有看到男人 这让软软提着的心 也渐渐放了下去 丁霄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 她已经没有耐心了 危急关头 软软终于想到了办法 丁霄的电话响了 打断了丁霄施法 拿起电话一看 是阿厄发来的消息 谁让你偷偷买监控啊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让丁霄后背一阵发凉 男人发现自己被暗中监视了 而且对方似乎无处不在 甚至连自己的一些小秘密 对方也了如指掌 最让丁霄感觉恐惧的是 他甚至连对方一点线索也没有 就像一只提线木偶一样被人操控 此时丁霄正要言行 逼问出对方的消息 手机却突然收到消息 可阿厄却一语道破 老练的丁霄当然不能跟着对方的节奏 淡然地回复道 是你把他带走的 找不到软软的丁霄 理所当然地认为阿厄带走了软软 软软则继续用阿厄的身份操控这件事 我应该说过 让你不要企图调查我 反抗我安安心心做游戏吧 丁霄继续不放心地追问 你把他怎么样了 只要你停止一切不该有的行为 好好做游戏 我会把他完完整整送回来的 当然了 我也会守好我们的秘密 说完遍不再回复了 丁霄知道 现在自己已经完全陷入了被躲 他气愤地走出地下室 发现地下室的钥匙还在门把手上 随后把监控点击退货后 只好按照他们的约定 专心调查事母案的真相 这样软软为自己赢得了喘息之机 丁霄也不知道 为什么阿厄让他调查事母案 难道案子另有隐情吗 他更不知道的是 软软其实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调查事母案 只是随便找了个案子 转移丁霄注意力 好找机会保命讨路 现在地下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这女人名叫宋娜 她似乎看出了些什么 开口便问 你该不会是喜欢她吧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把软软弄得不知所措 我知道你因为种种原因 不想暴露身份 但以你的本事 匿名报警应该不难吧 你完全可以自己跑出去 匿名报警再救我出去 你呀 就是不忍心亲自报警抓她 这一席话 算是说到了软软的心理 作为大学老师的宋娜 这些学生脑子里的想法 还是瞒不住她的 而另一方面 丁霄在四处打探 弑母案的细节是 竟然真的发现了新的线索 女人趁软软睡着的时候 轻轻拿起脚上的锁链 缓步走到软软的身边 她要做的事 将使她后悔一生 丁霄自从上次从地下试出来 就一直按照游戏规则调查弑母案 根本没时间顾及他们两个 每次都是扔下食物转身离开 这也给了他们策划出逃计划的时间 期间宋娜表现得非常友善 与其说友善不如说讨好 她每次都把大半的食物分给软软 而且友谊无意会透露出 两人现在是过命的交警 已经成为最能信任的朋友 还说已经把软软当成了自己的妹妹 宋娜提议下一次出逃计划 直接硬闯 她想办法拖住丁霄 让软软先跑出去报警 话里话外 总是想要说服软软报警 并且再次主动的承诺 如果出去会按照约定 帮软软隐藏身份 并且解决吃住的问题 但软软已经被闺蜜背叛过一次了 无论宋娜怎么说 软软始终还是有所顾忌 转眼就到了丁霄调查 是母案的最后一天 当晚丁霄一夜未归 明天就是她最紧张 最精力不足的一天 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宋娜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主动提出今晚她来负责首页 让软软快睡养精蓄锐 没过多久软软 就沉沉的睡了过去 这时宋娜一改 平常知心大姐姐的形象 悄悄提着脚上的锁链 偷偷把软软的手机拿了出来 随后独自走到角落 用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电话接通对面传来一句 你好 宋娜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可随后她便陷入了绝望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所有紧急电话打了个 便也没办法接通 这时她才意识到 原来软软的电话已经被设置过了 心里觉得这个妹妹真是可怜 竟然被自己喜欢的人算计成这样 女孩被囚禁在杀人犯家中 有手机却不愿意报警 只是伪装成被威胁的样子 用脚拍了一段绑架视频 从那以后 杀人犯就落入了她的算计之中 这天杀人犯按照她的指令 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顺利找出是母案的真凶 软软看着她发来的报道 化名阿厄给她发去了称赞 宋娜发现软软的心思极为细腻 连祝福的表情包 故意用得如此之途 这样就不会怀疑到她身上 经过几天的相处 软软也同意了宋娜的计划 由宋娜想办法拖住丁霄 软软趁机逃出地下室后 匿名报警 正当两人商量之节 丁霄给阿厄发来了消息 你什么时候送她回来 软软知道这次逃跑如果不成功 后面的游戏将无法进行下去 于是回复请你耐心等待 然后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晚上丁霄终于来到了地下室 宋娜故意引起丁霄的注意 大汉 求求你放我出去吧 我告诉你 那人长什么样子 丁霄文言便朝着宋娜走了过去 你看到她的长相了 看到了一点点她戴着帽子和口罩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她的样子 目前来看 她是唯一有可能救你出去的人吧 看到丁霄被话题吸引 软软也摸索着开始行动 她缓缓地爬出杂物堆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宋娜加大了表演力 想要一把抱住丁霄 以此控制住她 没想到丁霄后退一步 转身说了一句 我没兴趣 这一转身 把软软吓得冷汗直冒 宋娜继续大喊着计划好的台词 丁霄却表现得十分抗拒 让她不要再说了 软软此时内心也泛起了疑 她为什么不感兴趣了 眼看着计划可能要失败了 宋娜内心挣扎着说了一句话 立刻引起了丁霄的兴趣 原来宋娜是丁霄妹妹的老师 妹妹受人欺负 她却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宋娜承诺出去后 会给她一个交代 可丁霄却说 不用你交代 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干掉 如果你想赎罪就把名单给我 宋娜眼看时机成熟 望着丁霄身后 叫出了妹妹的名字 丁霄下意识转头 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还没来记得回头 就被宋娜一把抓住了头发 女孩把自己绑在轮椅上 用两只脚控制手机 伪装成被人威胁的样子 给自己拍了一段绑架的视频 从那以后 杀人犯就落入了她的算计之中 这天软软和宋娜 已经商量好了逃跑计划 可是丁霄却好像早已看穿了一切 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转身就要离开 眼看计划就要落空的宋娜 灵机一动 一把抓住丁霄的头发 双手拼命控制住丁霄的脑袋 软软眼看时机成熟 立即向出口跑去 丁霄此时已经被宋娜激怒 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的软软 宋娜似乎把求生的希望 都交给了软软 看着软软逃出地下室后 便放弃了抵抗 软软飞奔着跑出地下室后 却放慢了脚步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异常镇定 俨然就像换了一个人 她内心知道 宋娜这个人不值得信任 她一旦出去 一定会对警察说出一切 从宋娜违背诺言 偷偷拿她电话报警 就足以证明 宋娜是在利用她 软软不允许自己 被同一个人背叛两次 与其被宋娜出卖 还不如继续和丁霄做游戏 让丁霄帮她找出 乌鸦的杀人证据 等乌鸦被死刑后 再想办法出去 所以任凭地下室 发出多大的尖叫声 软软也没有丝毫同情 软软穿上拖鞋 缓缓走到门口 发现丁霄并没有更换门口 应该是在等阿厄 把她送回来 软软打开房门 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她终于逃出来了 望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环境 软软陷入了思考 她一旦出去 进入人们的事业 她的人品和行为 都会被大众质疑 乌鸦就不会被判死刑 这样一来自己的生命 又将受到威胁 没钱 没处躲 没法生存 要怎么样才能做自己呢 这世界上 能为我留门的人 竟然只有你了 这时纵纳已经被丁霄控制住 再次锁在了地下室 丁霄走出地下室时 听到了关门的声音 于是小心地走过去查看 一个她日思夜想的人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软软终于回来了 女孩好不容易 从杀人犯家逃出来 十分钟后 却又主动走了回去 而杀人犯看到她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让她去洗澡 在得知阿厄 没有对软软做任何事后 丁霄把家里安装上了防盗网 并且布置好了返窃厅装置 软软本来还担心 丁霄有没有怀疑自己 当看到丁霄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 顿时放下了所有戒备 可对坏人放下戒备 就是噩梦的开始 软软刚刚坐下 大口吃饭 丁霄便让她把手机拿出来 软软顿时没了胃口愣在当场 看软软没有反应 丁霄走了过去 拿走软软的手机就离开了 这时软软才意识到自己大意了 这里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于是伸手缓缓拿起了水果刀 丁霄回来后 丁霄给了她一个老人机备用 这时丁霄才注意到软软拿着刀 他让软软先吃饭 他来帮忙削水果 软软终于明白 为什么地下室的时候 丁霄表现得毫不在意了 原来是担心有窃听设备 这时软软突然想起 丁霄之前购买了监控 于是主动询问 要不我们自己装个监控吧 这样哪怕有人进来 也能拍下来 丁霄果断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因为在他眼里 阿厄是个懂黑客技术的人 万一监控外泄 被人发现麻烦也很大 听到这样的回答 软软便放下心来 随口问了一句 那你之前为什么要买监控 话刚出口 软软立刻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丁霄也瞬间停下了手里的声 你怎么知道我买监控了 是阿厄告诉我的 情急之下的软软 也只能这样回答 但丁霄却觉得更不对 他是绑架你 伤害你的人 但为什么你提起他的名字 如此自然 你们很熟悉吗 软软意识到 自己不能再多说了 立刻说自己好饿 吃完饭再慢慢讲 丁霄虽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是还是同意了软软的要求 软软越想越担心 开始怀疑 未来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万一以后 又说漏嘴就麻烦了 而且手机也被收走了 后续的游戏怎么玩呢 手机不在这段时间里 要是没有动静就太可以了 想着想着 软软竟然把一大盆食物吃光了 丁霄也快没有耐心了 这时软软却让人意外地说 我要报警 女孩好不容易 从杀人范家逃出来 十分钟后 却又主动走了回去 他决定跟丁霄较量一番 可是却因为疏忽说错了话 引起了丁霄的怀疑 软软灵机一动决定 先发致人 说出了自己想要报警的决定 此话一出 立刻打断了丁霄的思路 软软接着说他知道 做游戏的事了 还说阿厄已曝光他们为威胁 逼迫丁霄帮忙查案 与其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还不如赶紧报警 把事情了结了 大不了 就是乌鸦判不了死刑而已 丁霄表面上在认真听软软的话 实际上 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 他问软软还知道些什么 软软说 阿厄说第二轮游戏 是要找出能让乌鸦被判死刑的证据 软软依然表示希望通过报警解决 这时丁霄好像已经有了计划 轻松地表示 可以赌一把 因为如果赢了 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 万一输了再去找警察也不迟 于是 两人决定一起寻找证据 丁霄也趁机问出了最想问的问题 这次 你看到他的长相了吗 软软把事先编好的说辞 一股脑说了出来 没有 我醒来时 在一间小黑房子里 房子里有摄像头和广播 他每天都用那个跟我说话 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 可能这样我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 说出他的名字 显得很自然吧 到了晚上 丁霄把软软服上床后 自己开始摆弄起了软软的手机 没想到 竟然找到了手机分身 而分身的密码 却不是软软解锁密 这再次引起了丁霄的怀疑 第二天一早 丁霄就来到手机维修店 解开密码后 丁霄打开了分身 里面只有一个 名为小秘密的文件 丁霄点开后 瞬间就放下了所有的防备 因为那是软软的日记 日记的每一篇都丁霄有关 丁霄看着看着脸上 露出了温暖的笑意 回到家后 便把手机还给了软软 还带回了很多 关于无牙案件的资料 两人开始根据线索 寻找证据 与此同时 警察也在河边找到了一具尸体 本以为找到的是软软 法医检查后 发现死者是名男性 不但生前被人虐待过 死后 还故意被人破坏了尸体 导致目前根本无法辨认此人是谁 女孩拼命从杀人范家逃出来 十分钟后 却主动走了回去 在彻底打消了丁霄的怀疑后 两人开始一起调查无牙案 丁霄梳理着案件的过程 软软一进入大学 就跟于晗涵成了闺蜜 于晗涵带着软软见了很多世面 在酒吧里 他们认识了 助唱歌手乌鸦 软软一直暗恋着乌鸦 于晗涵还假意帮软软追乌鸦 但其实 于晗涵和乌鸦早就偷偷交往了 交往后 不久于晗涵发现 乌鸦控制欲和战友欲极强 到处说 于晗涵思生活混乱 导致所有人都开始孤立他 只有软软选择相信于晗涵 还跟他一起玩 2021年6月29日当晚 软软在于晗涵的家 庆祝于晗涵获奖 此时 乌鸦突然持刀出现 软软拼命挡在于晗涵前面 被乌鸦挥刀刺中 这时于晗涵却转身跑进了卫生间 躲在卫生间 整整三天三夜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乌鸦在这期间 拖着大行李向外出 然后把软软丢下了悬崖 于晗涵以上的行为 可以解释为胆小 但接下来 却让人感到气愤 他竟然当着媒体 说出有利于乌鸦的证词 软软用自己的命保护了他 他却反过来保护杀人犯 而乌鸦更是直接否认 自己杀害了软软 并请了丁向军做辩护律师 提出因证据不足主张 自己无罪 梳理完案件过程后 丁肖开始总结 目前已有的证据是 于晗涵的证词 乌鸦拖行李向外出的监控 以及于晗涵家的血底 证据确实非常不充分 所以能让乌鸦被判死刑的条件 只有三种 第一就是找到软软的尸体 这显然不可能 第二就是犯罪现场 有人录下视频 但眼下也并没有此类证据 第三种 就是让乌鸦自己亲口认罪 所以现在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 丁肖问软软能黑进别人电脑吗 软软刚想回答 突然意识到 有可能再套他的话 所以谨慎的说学校并没有交过 但是买几本书 说不定可以学会 毕竟自己是计算机专业的学霸 丁肖为他准备了很多书籍后 让软软重点调查两个人 一个是于晗晗 另一个是律师丁肖军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乌鸦的痛底 达到让他认罪的误 而丁肖则去寻找带有软软DNA的凶器 行李箱 再找找有没有遗漏的监控录像 并且发挥自己是记者这个优势 在网上疯狂带节奏 发挥舆论的作用 说干就干 软软第一时间进入律师的电脑 没想到真的让他找到了新线索 软软还说 想优先观看下集内容 现在进入主页 加入粉丝群 女孩拼命找线索证明自己死了 只为让伤害她的凶手被判死刑 终于她黑进了对方律师的电脑 而且也真的找出了疑点 乌鸦说 她最后一次见于晗晗是26号 可是监控却显示 两人28号是在一起的 这个问题 律师早就开始调查了 软软在律师的电脑中 发现了关于此事的录音 打开音频后 软软听到了 在律师的不断追问下 于晗晗只是说自己记不清了 对于这张照片 于晗晗更是闭口不提 律师只好找到了乌鸦 可让律师没想到的是 他只是刚刚把照片拿出来 乌鸦只是眼角抽出了一下 随后就立刻承认这个人就是他 律师看出来乌鸦可能在说谎 可是乌鸦却十分坚决地承认 律师只好把话题转到软软身上 可乌鸦却说他和软软并不熟悉 听电源说软软喜欢你 并且送过你礼物 乌鸦立刻表示 经常有粉丝送自己礼物 假装很久才想起来礼物是铃铛手� 还说觉得手链并不适合自己 转手就送人了 并不清楚为什么软软对他有敌意 都没跟他说过几句话 软软听到这里 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软软从小跟奶奶长大 奶奶临终送了他一条铃铛手链 说在铃铛想的时候 就是奶奶在想他 所以那串铃铛是他最珍视的东西 他只做了三条 分别送给了于晗晗 乌鸦 还有小时候领居家的哥哥 如今却听到乌鸦随手 就转送他人 气得砰的一声关上了电脑 没想到自己拼命救下的好闺蜜 竟然和凶手联手做这出戏来诬陷自己 软软下定决心 一定要查出被隐瞒的真相 于是软软飞进于晗晗的手机 这时他才发现于晗晗 已经把乌鸦删掉了 软软立刻查看28号的聊天记录 发现有一个孔铁柱的人 对话比较异常 软软立刻点开孔铁柱的聊天记录 而此时丁霄也来到了案发室的房间 寻找更多细节的证据 此时软软打来电话 我终于找到线索了 软软还说 想优先观看下集内容 现在进入主页 加入粉丝群 女孩拼命找线索 证明自己死了 终于在律师的电脑中找到了线索 软软发现于晗晗在28号当天 找过一个叫孔铁柱的人帮忙 而且两人说话尺度还挺大 关系一定不一般 软软立刻把找到的录音和消息截图 一起发给了正在找线索的丁霄 软软还发现孔铁柱的朋友圈定位在酒吧 挂了电话 丁霄立即赶往酒吧找人 软软趁丁霄不在家的机会 立刻来到了地下室的门口 边敲门边说 姐姐你还好吗 我逃跑失败了 他把门锁也换了 不过还好 他没有怀疑我 我已经想到其他办法了 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 此时地下室的宋娜听到软软的声音 失望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丁霄很顺利的在酒吧找到了孔铁柱 他伪装成于韩寒的发小跟红铁柱攀谈起来 并且假装是知情人 开口就问 出事前一天的事你没跟别人说吧 铁柱漫不经心地问 他为什么自己不来问我 这句话一出 丁霄立刻意识到 眼前这个人果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丁霄说于韩寒被人监视不方便行动 铁柱也彻底放下了警惕 说自己已经跟警察交代了一切 那天去他家只是修水管 然后陪于韩寒去学校取资料 丁霄并没有从谈话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于是拿出软软找出的监控画面 说律师总是拿这张照片骚扰于韩寒 红铁柱一脸疑惑说 这照片他也第一次见 但也爽快地承认画面中的人就是他 还嘱咐丁霄不要把此事透露出去 不然律师肯定会巴授他们的关系 本来之前就在传于韩寒私生活混乱 这张照片一出 律师一定会给于韩寒扣上不忠的帽子 从而给乌鸦剪刑 现在丁霄最大的疑惑 就是铁柱为什么当天会穿乌鸦的衣服 知道自己的存在 并且担心地表示 乌鸦会不会是想杀了他 丁霄也终于想通了整件事 乌鸦隐瞒不说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在杀铁柱未遂后 将凶器和政物 扛在了铁柱的小区 于是丁霄来到铁柱小区四处寻找 询问了清理垃圾的师父后 得知垃圾会运到垃圾中转战 丁霄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 可此时暗处的黑衣人 也看到了整个过程 并用手机下达了命名 你们带上家伙去垃圾中转战赌他 软软还说 想优先观看下集内容 现在进入主页 加入粉丝群 男孩半夜去垃圾堆捡垃圾 竟然早就有人在此埋伏 正拿着铁棍向丁霄逼近 此时在家等待的软软不小心 打翻了可乐 他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看了看时间已经过了半夜12点 可丁霄不但没有任何消息 就连手机也根本打不通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直到凌晨4点左右 一个黑影进入了软软的房间 软软睁开眼睛一看 原来是丁霄回来了 同时也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 乌鸦的行李箱终于找到了 听到这个消息 软软开心的问是怎么找到的 原来是因为乌鸦行李箱橙色还很新 被垃圾堆附近的拾荒者捡走了 那附近整整几百户拾荒者 把手机都搞得没电了 还好丁霄聪明 想到了一个绝佳的办法 也正是这个好办法救了丁霄一名 此时垃圾堆的两个坏人 正在被电话里的人训话 因为他们的任务失败了 正当他们要偷袭丁霄的时候 附近突然来了许多的警察 还好两人反应快假装喝醉了 才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原来丁霄在去垃圾堆之前 就已经匿名报警了 说垃圾堆附近出现重要的证据线索 在警察和丁霄合力的努力下 终于找到了行李箱 这个行李箱是个非常有利的间接证据 软软听完过程 直呼丁霄实在太聪明了 随后也说了自己的收获 软软通过黑镜于寒寒的手机 发现于寒寒有很多特殊关系的好友 丁霄立刻接话说 红铁柱也说到了这一点 而且乌鸦可能也想干掉铁柱 只不过铁柱那几天刚好外出 才逃过一点 并且通过丁霄的调查 他发现乌鸦可能并不想杀于寒寒 因为于寒寒家卫生间门把手非常松 门的质量也不好 不可能挡住想要行凶的乌鸦 而且乌鸦案发后 在于寒寒家待了三天才离开 要么就是两人一开始就是同谋 要么就是他害怕再耗下去于寒寒被饿死 也就是说乌鸦根本没打算杀于寒寒 现在所有的审讯思路都是建立在 乌鸦想杀掉于寒寒的基础之上 丁霄推特于寒寒还是乌鸦的软肋 用新的证据加上新的思路 相信很快就可以击破乌鸦的防线 两人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高兴的庆祝了起来 丁霄也拿出手机打算告诉组队的朋友 手机在软软眼前划过的时候 那串铃铛引起了软软的注意 这铃铛不正是软软最珍视的东西吗 难道丁霄就是自己青梅竹马的邻居家的哥哥 软软被眼前的一切拉进了回忆里 丁霄打完电话后 软软才反应过来 现在有个问题困扰了他 乌鸦如果不想杀于寒寒 那他拿刀去于寒寒家 难道就是为了杀自己吗 丁霄让软软回忆一下 三人之间发生过什么 但软软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恢复 软软想起自己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 如果找到日记 就可以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次软软想让丁霄带他一起去寻找 女孩躲在卫生间三天三夜 软软为了保护他 被坏人残忍杀害 案发后 女孩竟然发表了维护杀人犯的言论 现在想要搞清楚事情的经过 就必须找到软软的日记本 大难不死的软软 想要跟丁霄一起去寻找 可是被丁霄一口拒绝 因为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软软还活着 第二天丁霄独自一人来到软软家 因为丁霄最近对软软案件的报道 软软的妈妈十分感激 但是当丁霄想要去软软房间看一下时 软软的妈妈却表现得十分犹豫 说这个不太方便 这一举动让丁霄察觉到了不对劲 丁霄跟软妈说 软软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 说不定日记本中有一些线索 可以让乌鸦被判重刑 这样就能替他讨回公道 软妈听到这些话后 瞬间气不成声 只因为自己觉得对软软十分亏欠 因为家里既然没有软软的房间 自己也不知道软软会写日记 软软从小和爷爷奶奶长大 长大后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妹妹 软软不想给家里压力 主动提出住校 软妈现在十分想补偿她 却再也没有了机会 想起这些便痛心疾首 丁霄表示自己一定会帮软软讨回公道 随后软妈拿出一把老宅的钥匙 软软的遗物全部打包放在了老宅 因为老宅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丁霄也同意让软软跟自己一起去寻找 丁霄给软软做了从头到脚的伪装 两人开车往老宅赶去 软软因为失忆对这里没有什么印象 但是却觉得来到这里十分亲切 汽车开到目的地后 丁霄把软软抱了下来 推着软软往老宅方向去 这时忽然一辆皮卡车快速停在了旁边 从车上下来 两个人一把拉住了丁霄就往车上转 软软下意识伸手拉了一把歹徒 却被歹徒一巴掌打翻在地 看到这人竟然对软软动手 丁霄顿时就像发疯了一样 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匕首对着歹徒挥去 歹徒被划伤后顿时也不敢靠近 可是这时软软身边就出现另一个人 丁霄看到这样的情况 瞬间理智了下来 很配合地把刀丢掉 随后几人对丁霄一顿拳打脚踢 拖拽着把他带走了 临走时丁霄转头看着地上的软软 嘴上小声安慰软软软说 没事的去老宅等我 随后就被几人拉上车 软软在地上无能为力地看着车越开越远 直到离开了他的视线 女孩半夜被遗弃在郊外 平时只能坐轮椅的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他望着渐渐远去的汽车 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报警 但他立刻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因为软软知道一旦报了警 丁霄家中地下室囚禁的女人 以及自己在丁霄家中的生活痕迹 这些秘密都是不能被警察发现的 软软内心十分的矛盾 他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杀人犯的同谋 正当软软不知所措的时候 脑子里想起了丁霄一开始说的最后一句话 去老屋 这也许就是软软现在最合适的办法 软软意识到现在自己既有钱 也有藏身之所 囚禁自己的丁霄下落不明 目前只需要静静地等待乌鸦案的判决 这不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处境吗 于是软软来到老宅里面 房子因为没人居住 已经没有电了 软软点燃一根蜡烛 环顾四周 看到墙上他们一家人的老照片 自己却觉得好陌生 看着看着脑海 却不断地闪现出丁霄的脸 软软摇了摇头 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思想 不断地提醒自己 丁霄是个杀人犯 这一切都是他的伪装 但是越是克制 思绪却像潮水一样袭来 软软不禁流下了眼泪 他想不通为什么丁霄会为了救他 而奋不顾身 软软一下想到丁霄手机上的铃铛 总觉得他好像是小时候邻居家的哥哥 软软决定在自己的日记里寻找答案 迫不及待地不断翻找着 终于在其中一本日记里翻到一张合影 软软按住照片上小哥哥的脸 调整好心态后一点一点的一开手指 这小哥哥俨然就是小一号的毒枭 这也把软软再次拉回到小时候的记忆中 那时他的父母去了一个新的工地 软软每天就独自一人工地旁玩耍 这里并没有其他的小朋友 软软每天只能跟一条狗一起玩耍 奇怪的是这条狗竟然贤贫爱富 只会冲着全身是灰的工人狂叫 而看到穿得干净整齐的人 就变得很温顺 软软说他这是狗眼看人低 再这样见一次就打他一次 所以给他取名叫做黑胃 因为动词打刺黑胃狗 然而没过两天 这狗又冲着满身污渍的小哥哥狂叫 而这个小哥哥不但身上脏 甚至满脸都是瘀青 软软关心地问你的脸怎么了 小哥哥却没有理会软软独自走开了 男孩一脚把狗踢飞 他觉得这个世界所有人都欺负他 就连这只狗也只会对着他叫 他忍无可忍终于释放出自己内心恶的一面 但是他举起砖头的手 却被人一把拉住 软软拼命地夺下砖头 却发现丁霄脸上多了很多新伤口 软软刚想问发生了什么事 可丁霄却独自一人跑开了 第二天软软在给黑胃狗擦拭伤口的时候 看到丁霄从旁边路过 软软立刻追了上去 让丁霄意外的是软软并不是找他算账的 竟然是来帮他处理伤口的 这是丁霄第一次感觉到有人关心的温暖 虽然表面上依旧对软软爱答不理 隔天送来一盒水片说不想欠人情 但是对软软已经不再那么抗拒 两人很快就成了 他们一起写作业 一起吃零食 一起玩平板 软软终于觉得暑假没那么无聊了 他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号码 可是这天丁霄一反常态 让软软不要跟着他 只因爷爷让他去小卖铺买酱油 软软当然不听他的 大摇大摆的跟在他的身后 可是到了小卖铺 丁霄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当他发现软软在身后时 便把钱给了软软 让软软帮他去买酱油 软软高兴的去买酱油时 丁霄的耳边传来了刺耳的声音 快看呀 这不是丁家的小杂种吗 丁霄刚想逃跑 却被人一把抓住 跑什么啊 今天怎么不反抗了 说话间丁霄就被几个孩子控制住了 丁霄不顾几人的嘲讽 只是开口要求换个地方 不要在这里动手 男孩不懈地拒绝了丁霄的请求 还大声吆喝让小卖铺的兄弟 出来一起收拾丁霄 这时丁霄真的慌了 不想让软软看到他如此狼狈的样子 于是拼命挣扎想要摆脱 可这一行动却惹怒了几人 他们几人对着丁霄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软软被这边的声响蜥蜴 看到原来这几人在围攻丁霄 立刻寻求身边的阿姨帮助 可是阿姨却选择视而不见 眼看着丁霄已经被打 电体鳞伤 软软用力把酱油瓶丢在地上 企图让他们住手 可丁霄却立刻焦急地说 你别管 你快走 你快回去 我一会就回来 其中一个男孩 转身问软软 你知道他是谁吗 你就跟他做朋友 这时丁霄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 他只是躺在地上大声喊软软 别听 快走 但也无济于事 那男孩大声地说 他爸是强插犯 你胡说 宝子曼 从大家的花式催更 我能感受到大家真的很喜欢这部漫画 遗憾的是因为小迪的失误 不能够继续更新了 真的不是我懒得更新 任何形式的解说都不能替代原漫画 想看后续的小伙伴 可以去闭门官方观看 在这里十分感谢抖音 感谢漫画版权方的大力支持 感谢大家对小迪的支持和厚爱 接下来我也会继续推荐更多精彩漫画 希望大家喜欢